累坏了吧 太累了 是啊 香好痛 水放在你的箱子里了 还生着火了 马上就烧开了 好 这个水吧 多喝点水 找到了 真想不通出泡子了 没事没事 没事 谢谢你 好 谢谢你啊小语 不谢 你是学医的吗 我是护校毕业的 真的 你是白衣天使啊 太荣幸了 我跟你说 现在像你这样又漂亮又贤惠 还积极要求进步的姑娘 这是越来越少了 太荣幸了 你太过奖了 不过 你表妹可真是的 怎么害你被人打成这样啊 哪里是亲戚啊 简直就是仇人了 这 这也不能怪她 她不让我来 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负责嘛 你心地真好 都这样了还替她说话 哪里哪里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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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你要不要脸啊 这样的弥天大谎 你都撒得出口 你小点说行不行 我这不也是被你逼的吗 才跳上你这条破船 切若雪 你可真够狠心的 我差点被他们弄死 丢在黄浦江里喂鱼 谁让你威胁我的 我想着他们了不地 把你打一顿 管你爹妈要钱赎你呗 我托我堂姐的红服 我爸妈现在都自身难保 还有心思管我 我说你这丫头骗子 胆也够大的 你就不怕我真的去告密去 我想过了 就你那点本事啊 也没什么资格做大坏蛋 了不地就是一个 唯利是图的小人 等你发现支票是假的 我人已经走了 你去告密只有三种结果 一 他们不相信 二 就算他们相信了 也会把这笔账 赖在你的身上 你早干嘛去了 三 你去告密 拿不到三千块钱啊 还会惹得一身骚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啊 你韩伟松是不会干的 你敢再聪明点吗你 随我现在走投无路 我只能来跟随你了 与其在上海混不下去 还不是换一个地方 人挪活数挪死 况且共党现在势头正猛 说不定将来我还能 混个一官半职什么呢 你少在这儿做白日猛了 我这就告诉老巫 绝不让你的阴谋得逞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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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韩伟松要是耍赖犯魂 那可是天生的 我还就不相信了 这个世界上 有我说不清道理的事 那谢天赐的事呢 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 和你一起长大的哥哥 是个日本人 而且这个日本人 竟然有日本军方的背景 不是我吓唬你 共党的广播我也是经常听的 他们特别讲究纯洁性 就像你这样的 别说去不了根据地 恐怕连力文轩都要降职审查 那他的大好前途可就全回你手里了 你真卑鄙 你真卑鄙 你聪明我也不傻呀 所以说咱们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觉得呢 太没素质了你 我少要点 给 谢谢 给我 谢谢啊 不客气 你的 给 谢谢啊 小心烫啊 给我玩 给你 谢谢 谢谢啊 下一个 谢谢 如许如许 给 谢谢 不过还有啊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鸡蛋 你是伤员 给你吃吧 小语同志 你真好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咱们这是革命大家庭 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嘛 快吃吧 你说他对 好 好 好 来 来 你看 给 吃饱了啊 吴长官 吴长官 别叫我长官 叫我老吴 老吴同志 这是我昨天连夜写的简历 请您过目 不错嘛 四年前还为了救中国女学生 被日本流氓砍了两刀 被砍了 这 这 这 真的假的 真有啊 那么大 就是这道上吧 还挺深的 这刀口可不浅了 疼吗你 小伤而已 老吴同志 我的出身不好 我很担心咱们的抗日队伍 会拒绝像我这样的人 这点啊 你完全是多虑了 我们的根据地 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很多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是 我们可以选择人生的第二次生命 这么说我可以留下来了 谢谢老吴同志 欢迎您 魏宋同志 谢谢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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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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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先生 我这家小店还没开张呢 请问你是谢热雪的姐姐吗 是啊 我想来想去 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是应该让你们知道 你是说 魏宋去了苏北 这怎么可能 他在上海好好的 他去那个地方干什么 起初我也不相信 我让孙金宝帮我打听了一下 他被一个女人玩了仙人跳 在赌场欠了人家一千块钱 你胡说 他以前经常欠赌债 不会因为欠钱而走的 一定是你们骗了他 你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行了 行了 这也不能怪人家输赢啊 是咱们的儿子不争气 好 你让我难受 我也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 我现在就去宪兵队 告发谢若雪 投奔新四军 你脑子给我清楚一点 现在是你儿子也投奔了新四军 那我怎么办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们也不放过他 行了 你哭个什么呀 行了 我的姑奶奶 你哭什么呀 我儿子都没了 你还不让我哭吗 你儿子又没死 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你说是我儿子 难道不是你儿子吗 你当初要是给他一千块钱 他也不会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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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泼妇马街的时候 想想咱们自己该怎么办 这日本人刚才来电话了 最后给我们三天时间 还有啊 高丽带也剩三天了 三天后我俩的命 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你还哭呢 哭有什么用啊 那你有本事的话 去说服你侄女啊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三天够了 我们收拾东西 离开上海 我不去 万一尾松回来找我们怎么办 那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就等着吃牢饭吧你 我就算被抓进陷兵队 我也不会放过韩淑颖的 你 你想干吗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胡来啊 这个韩淑颖 没有丈夫和孩子吗 他还没结婚 他没有兄弟姐妹吗 他父母膝下 只有他这么一个孩子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如果韩淑颖出了意外 他手上的股份 应该由法定的继承人继承 那谁是法定继承人 目前看来应该是他叔叔 并且是唯一的继承人 大姐 您这儿还有青团卖吗 有是有 但是放了一天都硬了 您要不明天再来买吧 我这刚下夜班都快饿死了 您随便给我找点吃的吧 那要不你把这碗馄饨吃了吧 我刚下的 我赶时间 您那还是给我随便找两个青团吧 好吧 今天这个青团我就不收你钱了 你就当练人计好吧 那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叔叔 你怎么来了 叔叔今天来 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 我不该听您婶婶的话 装并骗你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您就不要再提了 其实 我们也过得不好 前有狼后有虎 我想劝您婶婶离开上海 她不干 叔英 我们要是有点什么事 你会帮我们的是吧 你和谢天子关系不一般 你说话 她会给你面子的 她是我的噩梦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但如果 如果她危机到你们的生命 我是不会做事不管的 好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这么晚了 你吃饭了吗 还没呢 我跟你婶婶吵架 在外头一直瞎逛 还没回家呢 那要不 你先把这碗馄饨吃了 我一会儿再去下一碗 好好好 我还真饿了 阿淑雅 我今天来呢 是想告诉你 你婶婶她 她这话怎么说呢 我明白 为了传河和韦松的事 婶婶一定很契合我 但韦松的事确实我也很意外 她是我儿子 她肯定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 可我觉得 让伪送去共产党的队伍断了一下 也不是坏事 兴许几年以后 她就变踏实了呢 我不看好她 烂泥巴 到哪儿都扶不上墙 叔叔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 馄饨 那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 不 不用 书莹 我今天来 是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你说 你婶婶她要对你 下手吗 叔叔 叔叔 又什么 我知道 我 不是 你 好 你 我 差 Vert 我该怎么活 是你害了自己的儿子 如果你现在再害死我叔叔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胡说 他是在你的地里中的毒 一定是你下的毒 苏姜妹你再说一遍 就是 你恨我们 你恨我们所有的人 你希望我们都死 你可以霸占我们的财产 叔叔 叔叔 你刚才胡说八道些什么 跟叔姻有什么关系 叔姻 你别担心 只要叔叔还活着 他休想无限你 不停哨组 不停哨组 武藤君 我已经实在等不及了 作为司令部任命的 基地建设负责人 我必须要追问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打下马头的所有权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件事情有些复杂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能再等了 一旦天气转亮 所有的水下工作都无法开展 武藤君 这件事 你是不是过意谨慎了 对于中国人 有时候必须要采取极端的做法 不然无法控制他们 我再给你重申一遍 这里是上海 不是战区 武藤君 在我眼里都一样 不管哪里的中国人 都是需要高压的 武藤君 这样吧 您继续里能怀柔政策 我用我的铁腕手段 看看谁更有效 你 你们干什么 我们找韩树营 他们家烫挺先的 我给我管 你就是韩树营 我们走一趟 原来是你 你 如果我再晚一步的话 你现在应该在日军司令部了 就为了传航的股份 你太把这件事情当儿戏了 他足以让你失条命 你知道吗 初音 我知道你恨我 但有些是 是我自己也无法控制的 那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签吧 放弃股份 我不会签的 这和大汉间 没有什么分别 你就是部线他们一样也能拿到 而你呢 就白白搭上了一条命 我知道了 我的命不会白白搭进去 至少我保住了气节 没有丢中国人的脸 你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 你知不知道我不想你出事 我更不想看着你出事 是 初音 尽管你对我弄我 可我仍然一直把你端情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能记起我自己试试 我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总之你乖乖在这儿待着 哪儿也别去 蒲天少佐在全世界找你 如果你被他抓到了 你就没命了 他会伤害我周围的人吗 这个不好说 如果你一味固执的话 只能让事情越来越糟 你这两天好好想一想 舍生取义过人为大 但担上大家的性命 就不好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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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童君 不错 什么 挑得真不错 你也不错 没想到何先生 我挑得这么好 真的很不错 你有朋友 他来看我的 好 好 少喝点酒啊 我先走了 去 陪陪左童君 去去去去 真巧啊 你也来了 何先生真是如鱼得水啊 逢场作戏 哄吐一下气氛而已吧 我是指跟日本军方人士交舞 您不知道啊 我是一个生意人 尤其是在上海做生意 我这每尊菩萨我都要拜 听说何先生触手大方 有个好丈人 生我一个好老王 是 此言差矣 丈人再好也是外人 不如亲爹来得真心 是吧 武藤先生 我和你不同 我没得选 而你可选 所以你比我更加没有底线 什么是底线 你告诉我什么是底线 在我何楚天眼里就没有底线 除了命运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武藤先生 咱们不说这些了 在这个气氛里边 咱们谈这个 太傻风景了 要不要我 给你找个小姐跳一曲 我没这个爱好 那我们喝酒 喝酒 谢谢 我习惯一个人喝酒 人多喝酒酒就变味了 好 武藤先生 你真是独树一帜 与众不同啊 其实我跟何先生并没有交集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韩淑英 他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日本人要收船行 他手里攥着股份死活不放 我怕他会因此丢了性命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就是一场买卖而已吧 如果你知道船行的用途 你就会知道 他不是买卖那么简单了 他的婶婶想要堵死他 他命大逃过一切 现在军方都在抓他 但往后我不敢保证 也许会更糟 可是武藤先生 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 哥哥 一个人可以屈服于财富 但我相信他被新深处 还保留着军程 武藤先生 你知道的可真多 我还知道一个秘密 他现在藏在日清宾馆 武藤先生 以你今天的地位 你可以救他 恰恰我不行 我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 你看你都不行了 我更無能為力了 好吧 那我們只能看著輸贏 聽天由命了 現在這個季節啊 舌多 讓大家小心一些 沒事不用管我 你走你的 若雪你怎麼了 來 沒事沒事 腳崴了一下 坐一下 同學們 現在大家找地方 各自休息 不要逃遠了 歇會兒歇會兒 不要緊吧 沒事的 我可以堅持 太沒經驗了 怎麼可以穿著皮鞋呢 我不知道下了船以後 還要走那麼久的山路 老吴 我們還有多久能到啊 還有五六天吧 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前面的路更難走 這樣吧 等到了有老鄉的地方 你想辦法換雙布鞋 這以後你的行李啊 就別拿了 我來幫你踢 謝謝 你好好休息 謝謝 你們怎麼樣啊 行不行 謝謝 好 我的媽啊 我早知道這麼艱苦 本少爺就不過來了 那你趕緊滾 滾 往哪兒滾啊 這前不招村 後不招店的 我有個好主意 我有個主意 一會兒你就裝暈倒 我看他們個個綁大妖元的 就你這小身子 背你肯定沒問題 怎麼樣 你怎麼能這麼卑鄙呢 我卑鄙 我把機會讓給你 我卑鄙 你暈不暈 你不暈我就暈了啊 別讓別人搶了先 滾 滾 我滾 我滾 你就逞強吧你啊 同學們 大家把自己的東西收拾一下 準備出發了 好 來 準備一下啊 來 拉我一把 起來 怎麼了 不動 你怎麼了 大家快讓開 別都圍在一起 沒事嗎 沒事吧 這怎麼辦啊 太累了呀 人家在上山前 就已經受了傷的 這些天一直在頭暈 讓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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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呀 幹什麼 這樣呢 這不就醒了嗎 沒問題吧 沒問題就起來趕路 謝若勳 你這幹什麼呢 他現在是病人 結果是 他醒了 你 你沒事吧 又怎麼了 他好 我這就安排了 被你 我來 小心慢點慢點 我扶一下 小心 你倒把手 來 慢點 小心啊 小心 慢點 慢點 小心 來 你也太過分了吧 他本來就有腦真道 你還用冷水機他 他如果出了問題 你負責 我一直在想 武藤好似跟你說這些 用意何在 讓我去幫韓淑穎 我怕 他想抓你把柄 不會 那一瞬間 他的眼神是真誠的 而且我敢肯定 韓淑穎的藏身之地 是他安排的 可他為什麼不出手 為什麼要來找我呢 據我所知 武藤好思跟日本軍方的關係 不是很好 因為他有一次 擅自把一個日本軍官竹下 發配到了雲南 導致很多日本軍人 對他很不屑 日本人內部 也存在很多派別 我明白了 武藤好思知道 我跟日本軍方關係不錯 想讓我從中迂回 可是我們的談話 都處在試探狀態 誰都沒有鬆口 互相提防了對方 你有什麼打算 我絕對不會讓日本人 再入海口 出現一個巡邏艇基地 我有一個辦法 讓這幫日本人 吞下一只蒼蠅 我把心 又吐不出來 您好 憲小姐 我叫瑞瑪斯卡爾 德國人 卡爾先生 我認得您 論憲以前 在租界您組織過好幾次 對難民的捐款 我還採訪過您 我還採訪過您呢 記起來了 您是深江報的記者 對 就是您 可爾先生請進 既然我們彼此相識 那我們下面的話 就簡單多了 我聽說 韓小姐手頭有一些棘手的傳行股票 是 不如轉讓給我們基金會吧 我們基金會是國際紅十字會的分支 專門救助中國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孤兒 最關鍵的是我是德國人 而且是一個德國名人 基於日本和德國的關係 我想他們不會找我的麻煩 那這樣太好了 我正在範疇如何處理手上這些股份 如果日本人真的要動手 我除了豁出一條命 完全想不到別的方法 而且說到底 以我個人的能力 完全沒有辦法跟這些強盜抗衡 我們為什麼要拼命 生命是上帝賦予的 每個人都要珍惜 讓我們動動聰明的腦子 就會尋找到 更加智慧的解決方案 不是嗎 我願意將我手上持有的股份 無償地捐給卡爾先生的基金會 謝謝你 我代表全中國的孤兒們 謝謝你 只是卡爾先生 您是怎麼知道我的事情的 這 來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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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見武藤先生 我們要見武藤先生 來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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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人大理你的 他們會拿我們怎麼樣 會殺了我們嗎 你問我 我問誰啊 早說讓你離開上海 你不聽啊 我以為謝天子會念舊情呢 明明都是韓淑瑩犯的錯 為什麼要塞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是被冤枉的 我恨死這個女人了 我恨死這個女人了 你現在恨有什麼用 要恨你就恨自己吧 還是舒穎說得對 現今世道 誰能獨善其身 來人哪 來人哪 會長 那對夫妻怎麼處理 天天又喊又鬧 真是麻煩 沒收他們的財產 人 就放了吧 放了 是不是在便宜他們了 對於維利仕途的人 沒收他們的財產 比要他們的命還難受 明白了 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卡爾 真是要命 他不但擁有強大的國際背景 聽說 他跟德國軍艦某位高層 還有親屬關係 目前還是不要招惹他的好 事故太信任韓連勝夫婦了 他們滿口答應 可以讓我們拿到全部的股份 然而一而再而三地拖延時間 我本來想 這件事情可以順利地解決 就不用非常受斷 畢竟這麼多年 這些上海上人都如同金弓之牛 我怕適得其反 結果 讓這韓連勝給耽搗了 突然又冒出個卡爾 真是錯失了大好世界 我要好好想想 該如何向總部匯報 我已經替您想好了 這是我組織海洋專家 深入調查後得出的報告 我們選的地址 是在入海口的扇面沖積帶 常年會有大量的石煞沉寂 雖然現在各項指標沒有任何問題 但誰能保證七八年之後呢 這選基地可不是一個小工程 萬一五年之後出現問題 我們到時候再重新選職 絕對就是勞民傷財了 二四 你知道 你最讓我擔心的是什麼嗎 是中國人身上 那點不值一提的小聰明 你這份報告 到底是為我開拓 還是為自己開拓 你是想保護我 還是要保護那個 躲在整個世界裡邊 你從來沒有提過的那個女人 韓淑穎 我知道她的來龍去敗 也知道你為她的瓜葛 但我一直沒有點破 是不想讓你怨恨我 是 坦白說 人老了 越來越在乎親情 父親 遠離這個女人 你的未來不在中國 你必須要割斷於這裡的一切 出去吧 是 母親 母親 你要走啊 請你常常回來看看你的父親 還有我 我會的 母親我先走了 你好 太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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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現在 馬上 也是 太天了 快點 你便宜好 不然 就会变成永远的 祝国人 能回到日本吗 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对对 马在那边 马好了 放那边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我家 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们老大在里面 你们找他回去 哪儿给我摆张大桌子 再放一个大算盘 你们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抢劫 我要报警 还报警呢 你们从县命队回来了 命可真大 皇爷 我们的账可以慢慢算 可你不能抢占我们的房子呀 抢占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逾期不还 这房子可就是我的了 这官司你打到玉皇大帝那儿 你也赢不了 可是我们住哪儿啊 我们欠你的钱一定会还你的 你再容我们两天行吗 求求你再容我们两天 容我们两天啊 现在晚了 这房子我看上了 老天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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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不幸物 我可不幸能 没开门 啊 我们还行 你们能不能帮你 我们都能帮你 看下船了 那我们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帮你 那我都不能帮你 你怎么办 这就算了 挺难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谢谢大妈 大妈 我想问一下 这儿是不是就已经是根据地了 也算是 不过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是在山里 翻过去就到了 我的妈呀 我们要翻过那座山呀 是啊 对了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在这儿的镇子上买 要不到了山里以后 可就买不到了 谢谢大妈 没事 都传授给你们 这一条很重要 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一会儿你去集市啊 关你屁事 你带上我呗 所有的行动 都要形成集体的意志 一会儿周五吃饭的时候 就这样 报告 报告老欧同志 我想请假去买点东西 我是逃出来的 这衣服都没有的话 都搜了都 还有 刚才我表妹说了 经过一路上 大家对她的批评教育 她对我没那么大成见了 还主动说 给我买一身换洗的衣服呢 鞋子不用买了 这个还能将就穿 能省教肾 好 一会儿啊 给大家放两个时辰的架 一路上也够辛苦的 够松快松快 是 来 提高他们的无话松队 我们下手 会在点栏 明天 啊 我